111年度中山学习季学习型城市博览会上 安排相当活泼有趣的学习形态的摊位 副县长陈正生表示 目前全县学习据点已发展到159个 让在地的乡亲有在地学习的机会 来规划办理相关的过程 也让我们县民有一个在地学习的机会 负责计划执行的助理教授张丽雅 肯定南投县是全国唯一公办公营的社区大学 提供民众多元的学习课程 南投县是唯一全国公办公营的社区大学 提供我们县民非常多元的终身学习活动 那除了社大以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学习城市的计划推动 那共同为我们整个南投不同年龄层的一些伙伴 提供一些学习活动 会中也表扬选出的五个县内模范终身学习据点 小镇文创负责人何培君 表达了这十几年来与民众共同关心社区发展的心路历程 其实我们是从南投竹山台西车站的一个地方创生的聚落 我们叫小镇文创 那么从台西车站里面推动了将近有十年 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五晚上 鼓励地方的居民一个月一个晚上关心自己的故乡 跨年龄的一些在地朋友们 一起讨论怎么样透过更多不同的领域 可以让自己的故乡变得更好 摊位安排许多具代表性的在地特色课程 有萨克斯丰其他自弹自唱及DIY手作等 透过体验工学吸引许多亲子前往参观及学习 我们的社区大学今天办的成功展 非常进步非常好 这个成功也很好 很受到国家的竞争和人同 我也在这里服务说我们的乡亲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譬如说我们请我们的副馆长就好了 我们来说我们副馆长 副馆长虽然是七十几岁 但是他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他各方面的学习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接受表扬的五个模范终身学习据点 为普里镇无工社区发展协会 无工理办公处 小镇文创公司 华丽转生公司 爱乡文教协会及原名蒲索永续发展协会 县议员曾正言 肯定县福的用心 希望达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